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 我是目前,依然没有八怪鸡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起呢,关于爆炸的事件 事情发生在美国,在1978年 西北大学的一个教授呢,收到一个包裹 这个包裹上面写了一行小字,说也许这是一颗炸弹 于是这个教授就很害怕,叫来了校警 那校警呢,就把这个包裹给拆开了 结果呢,一声巨响,这个校警的左臂被炸伤 1979年,同样在西北大学 一个研究生收到了一枚加强版炸弹,结果呢,被炸伤 同年,几个月以后呢,一个包裹在航空托运的时候发生了爆炸 迫使从芝加哥飞往华盛顿的美国航空444号班机,紧急降落 1980年,美联航总裁在家里收到一个包裹 结果发生爆炸,总裁呢,被炸伤 总之吧,从1978年到1995年,18年间 经警方判断,属于这场连环爆炸案的案件 一共有16起,一共有炸弹16枚,炸伤了23人,炸死3人 而FBI呢,为了此案,专门成立了一个80多人的专案组 触动了500多名特工,误抓了200多个疑犯 总共耗资呢,超过7000万美元 但是依然呢,没有找到凶手 那为什么FBI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财力 始终没有找到凶手,甚至都没有线索呢 原来啊,这个炸弹狂人的所有炸弹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 并且呢,它是一个有着这个工匠精神的强迫症 FBI通过对炸弹研究啊,发现 你从它的第一枚到最后的第16枚 你几乎能看到一个对炸弹感兴趣的初学者 倒成为一个炸弹大师的这个自学的过程 一开始呢,只是一些这个基础东西的拼接 而到后来,这个炸弹里面连什么开关,杠杆,齿轮 包括一颗螺丝,都是用上好的天然红木手工打磨出来的 所以FBI呢,就很郁闷 就是如果你连一颗螺丝都是手工打磨出来的话 你就完全无法根据这个这个用料的来源去锁定嫌疑人身份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让FBI特别崩溃的 就是你找不到它的作案动机 它发生了这么多起爆炸,持续了18年的时间 但是它对所有的什么警方啊,受害人啊,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电话联系 勒索敲诈等等,什么都没有 就似乎都感觉是一个神经病,特别热衷于造炸弹 造一个拿出来试一下,就这种感觉 所以FBI呢,就完全没有头绪去抓它 于是呢,这起爆炸案就成了美国有史以来 投入警力最多,耗资最大,历史最长的一些案件 而FBI呢,也早已经没有羞耻心了,他们已经是崩溃了 按他们的原话说,我们根本就不指望能找到这个凶手 然而,在1995年的4月26日发生了转机 这天呢,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收到了一封信 信上说呢,自己啊,就是炸弹狂人 只要这两个报社呢,帮他做一件事情 他就会永远的收手,再也不炸了 而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报纸的八个版面上,发表一篇三万五千字的论文 当然要求一个字都不许改,全文发布 美国司法部门和新闻媒体呢,就表示哭笑不得 一个人,潜心18年研究炸弹,拿出去炸人 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发表一篇论文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但是,你满足他的要求呢,就可以终止这场无休无止的调查 于是,在1995年的9月19日,在FBI局长和美国司法部长的支持下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就真的一字未改的刊登了这篇论文 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但是没人想得到,这篇由犯罪分子写出来的论文,居然是一部哲学著作 文中呢,深深诅咒着,高科技环境下现代社会的不自由 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灾难,社会的动荡,以及生命意义的消失 文章呼吁,我们应该摧毁现代工业体系,恢复到工业社会之前的生活状态 这篇论文一出呢,引起了美国社会的震动 一些极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呢,甚至开始支持这个炸弹狂人 一名波士顿的艺术家,甚至发动了一场这个签名活动 支持炸弹狂人竞选美国总统 然而,这篇让美国社会震动的论文,也引起了一个女士的主意 这个女士通过这个论文里的用词和语言习惯判断 这很可能是自己的小书子卡辛斯写的 于是她就向警方呢,举报了卡辛斯 那经过证实呢,炸弹狂人还真的就是这个卡辛斯 于是被FBI抓起来,判了终身监禁 那么这个卡辛斯到底是谁呢 卡辛斯是个天才,从小遵纪手法并且信仰科学和科技 五年级的时候测出智商高达167分 16岁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 之后因为解决了博士导师也没能解决的数学难题 在20岁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 25岁成为了伯克利史上最年轻的助理数学教授 依照一位退休教授的说法,卡辛斯的博士论文 全美国只有10到12个人能看懂 那这样一个天才为什么成为了罪犯呢 其实也是美国政府自作自受 原来在美苏冷战期间 中情局曾经开发出了一种类似于洗脑的心理战计划 用来审讯苏联的这些间谍 而这个计划者初始就是在哈佛大学找一批学生先做实验 而中情局认为卡辛斯一个把科学当成信仰的天才 是他们最好的实验对象 如果他们能把卡辛斯对于科学的信仰破坏掉 那么就没有什么间谍,是他们对付不了的了 这个实验是秘密进行的 中情局先让卡辛斯写一篇关于科学信仰的论文 而卡辛斯就真的写了一篇 叫做《论科技将促进人类进步》 之后中情局派出了自己最凶残的一个审讯员 他找到卡辛斯开始讨论这个论文 讨论的方式就是逐字逐句的把这个拆解开 讥讽和嘲笑这个卡辛斯 并且对卡辛斯进行催眠 隔离 感觉剥夺 甚至是辱骂 最终这个结果还是失败了 卡辛斯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但是在几年之后 30岁的卡辛斯毫无理由的辞去了自己大学的工作 一个人跑到了山里去当隐士 远离了现代工业生活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他隐居的那个地方也开始受到人类和机器的侵扰 于是他开始制作炸弹 报复这个社会 他最后的这篇论文呼吁的是说 科技将摧毁人类 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 中情局的这个实验其实是成功的 但是这样一个原本是对付外国间谍的计划 却毁了一个本国的天才 也害了那么多无辜的死难者 历史上呢 其实有很多这样反人类的实验 有的是针对于小孩 有的是针对于成人 有的是针对于肢体 有的是针对于心理 科技的发展呢 其实最终是为了服务人类 而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 毁掉的其实也是一大批人 而且这些实验者呢 往往都是一些有着特殊特点的佼佼者 这些人呢 有的成为了美国队长 而有的呢 却成为了V 或许在大家眼中 他们都是英雄 但是V的人生 所感受到的痛苦 无奈和绝望 又该由谁来为他买单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慷慨三连 多多在弹幕评论私信中 与我们互动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 愿世界和平 读下来 我们的视频 请不记得 明年轻人